俄媒、克里米亚拟将泽连斯基的当地房产收归国有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度签署法律 强制没收俄罗斯及其居民在乌财产 如今 他本人在克里米亚的财产要被收归国有了 当地时间3月29日 俄新社引述克里米亚政府消息人士说法称 乌克兰寡头和政客在克里米亚的财产将被国有化 其中包括泽连斯基 在雅尔塔附近利瓦迪亚的一处公寓 据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 克里米亚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宣布 将支持基辅政权和纳粹主义的乌克兰寡头 政治家和官员的财产国有化 具体名单将于本周之内敲定 随后克里米亚议会作出相应决定 克里米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这份收归国有化的财产清单中 还将包括泽连斯基 在雅尔塔附近的利瓦迪亚的公寓 报道指出 泽连斯基的妻子埃琳娜 曾于2013年4月在克里米亚购置房产 并支付了所有税费 该房产正是克里米亚准备收归国有的公寓 2019年乌克兰总统竞选期间 当时作为竞选者的泽连斯基 正式申报了这处房产 值得注意的是 3月10日 泽连斯基签署了关于强制 没收俄罗斯及其居民在乌克兰财产的法律 俄新社指出 泽连斯基当时还威胁称 将不惜一切代价没收俄罗斯宣传人员的财产 但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谁 相关消息很快就招致俄方强烈反对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国际委员会成员谢尔盖 采科夫表示 所有反俄决定都将对乌克兰自身不利 他们将为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当局带来痛苦 乌克兰的所有失败 只有一个原因基于对俄罗斯的敌意而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采科夫说 结果这导致了如此可悲的状态